好了 从早安 大家早安 没有错 这个赖床的季节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昨天今天 确实湿冷的感觉 在北台湾东半部都是格外的清除 所以在外头来说现在还是有飘雨的情形 记得吸带雨具 还有做好保暖工作 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大概落在17-22度 尤其在宜兰地区16.8度 大台北地区也只有17.2度 就连南台湾你可以看到都只有22度上下 对南台湾来说也是偏凉的感觉 尤其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又有雨势的关系 所以湿冷的感觉格外的明显 幸好今天算是这一周最湿冷的时间慢慢要过去了 因为明天东北季风慢慢减弱 但是回温的幅度还是有限 记得衣服还是要多添加 来看一下在雷达回播跟累积雨量 其实确实还OK 在北台湾跟东半部就是慢慢的有点飘雨 短暂正雨的形态 像是伊朗过去湿雨量有3毫米的累积的群情 过去在几个小时 士林跟北投15-17 虽然没有很多 但是一阵一阵下来或是飘雨 对于现在外出上班上课的这个上班族 还有上课族确实有一定的不方便 天雨 陆滑 西带雨距今天也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桃源以北到花东地区 都是有雨势的情形 或多或少 地面天气图 关心一下台风的动态 有第26号的海欧台风 慢慢的今天要朝着南海的方向前进